2019台北国际电脑展将在明天盛大开幕 参展的厂商来自29个国家 总共有1685家 摊位数也比去年成长将近一成 为了要配合5G时代的来临 展场聚焦AI 5G 区块链 还有电竞以及延展实镜 还有创新新创这五大主题 超为执行长苏兹峰霸气地举起手中的Navi显卡 采用7奈米制成的新一代显序卡 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前抢先曝光 在苏兹峰的带领下超为在高效能运算 显示与视觉化技术的发展不断地精进茁壮 要趁着对手Intel处理器供货不顺时 大厂订单 现在在AMD我们有一个目标 在地区域的区块链上的新技术 能够领取出一个大分别的区块链 这些代Computex利耀AMD Intel 微软等科技大厂的高阶经理人 轮番推出主题演讲 要来深度剖析最新的技术观点 以及未来的产业趋势 Computex is more than just a sourcing platform, it is also the platform for building technology ecosystem, which focuses on things like AI, IoT, 5G, blockchain, innovation and start-ups, gaming and XR. Unlike many other ICT treasures, Computex is expanded every year. 除了有科技大咖、雲集之外, 2019 Computex聚焦在人工智慧與物聯網、 5G、區塊鏈、電競還有延展實境 以及創新與新創等五大主題, 這次的展出規模也逐年擴大, 這次共有來自29個國家1685家廠商前來參展, 其中更包括了Intel、微軟、微星、 宏基、華碩等指標性大廠, 混聚這些全球科技產業的巨擘, 一同前瞻科技展現新商機。 記者林維新邱文杰台北報導。